全国最大的二手手机批发市场华强北 我们已经到了 我们进去看一下在这边拿机器到底有多便宜 先来帮一位粉丝看一个华为P40 这款机器最近也是非常火的 因为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 这个冰霜银的颜色真心非常漂亮的 后盖的手感也是非常不错 屏幕屏占比以及显示的清晰度也是非常哇塞的 这款机器的配置也是非常的高 麒麟990加5G的一个处理器 然后鸿蒙系统的一个加持 这款机器真的是再用个三五年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双卡5G在2000左右价位来说 这款机器绝对是性价比之王 咱们又到了另外一个市场 可以看到这个市场基本是做iPad的 因为最近想要iPad的朋友也不少 所以我们来挑几款吧 可以看到这里iPad也是非常齐全的 各种型号都有 官方五六千七八千的机器 在这边两三千都能淘到很多了 像这些稍微年代比较久一点的 基本几百块一千多两千多 也是能够调到很多型号 不得不说华香北这一个电子批发市场 在这边机器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所以我们来挑几个吧 还有一位粉丝特别喜欢三星的机器 所以今天让我帮他挑一台三星S21U 这款机器我自己也是觉得非常不错的 三星的机器一直都有几个优点 还有几个缺点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优点就是它的屏幕 绝对是所有机器里面顶尖的了 现在各种手机厂商使用了也是三星的一个屏幕 可以见得三星的屏幕数字是有多高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外观设计也是非常的好看 颜值真的是非常高的 不管每一款出来它的颜值绝对是非常高的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管机器有多贵 出来半年之后绝对半价就可以入手了 俗称跳水王 所以喜欢三星的朋友 基本机器出来之后稍微等一等一段时间 再半价入手真的是非常像的 那它的缺点也是有的 三星的机器很多朋友也知道 它的系统非常的不好用 在所有安卓里面 三星的系统绝对是非常垫底的了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电池非常不耐用 也有可能是它的系统优化问题吧 我们又到了另外一个市场啊 有位同行朋友想找我拿十几个iPhone 8P 这款机器呢最近也是非常的不错 因为它价格很便宜了 已经一千多就能拿到一台原装的iPhone 8P 正是因为这款机器价格非常的便宜 而且配置非常的高 所以很多朋友呢喜欢拿这款机器来玩游戏 我们再来拿几台iPhone XS还有XS Max 这款机器之前七八千八九千的 现在两千左右都能拿到了 好了我们已经从市场回来了 我们在工作室把这些机器全部测好 就可以发走了 今天就赚了八千 半里可以加鸡腿了